一艘太空船正前往目标地点 他们的任务是前去天狼星六臂救援 原来当初矿工为了与矿产公司对抗 研发了机械鬼属 结果这种机械不断自我升级 很快脱离掌控杀害人类 直至整个星球不再有人类出现 侥幸逃脱的凯特将军 也在接近地球时将飞船引爆 而事情过了13年后 地球却收到六臂星球发来的求救信号 为了找到发送信号的幸存人员 联盟派出小队前往星球探查 凯特将军的女儿也在其中 而就当他们接近星球时 却传来不幸的消息 六天后行星会遇到陨石撞击 产生的麦哲伦风暴将摧毁一切生物 眼下救援时间明显缩短 凯伦立即驾驶飞船寻找降落地点 不久后飞船在一处山谷缓缓降落 时间紧迫众人赶紧穿戴装备 这次他们需要佩戴星星的识别器 它可以释放出人类已经死亡的气息 来避免遭到机械鬼属的攻击 很快全副武装的小队出发 留下哈德一人看守飞船 通过仪器的探查 他们很快发现了讯号发送点 这里看似是一个荒废许久的地堡 穿过山洞众人来到了地堡内部 两侧摆放着很多初代鬼属配件 很明显这是生产机器人的工厂 当众人来到尽头 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只见无数休眠中的鬼属被倒挂在两侧 恐怖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眼看没有足够的时间返回 大家决定留在这里休整 到了晚上 当疲惫的众人还在睡梦中 这时队长却突然起身 捏手捏脚地来到鬼属面前 掏出充电宝为其充电 同时取出体内的芯片 将里面所有的数据下载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做法已经把整个工厂的机械署唤醒 经过一晚上的修整 通过信号追踪他们发现了一座人类的基地 结果基地内部的人却对他们发起攻击 及时表明了身份 可换来的依然是对方冰冷的子弹 无奈队长只好指挥大家撤离 这时鬼属从四面八方涌向小队 他们在泥土中快速地穿梭 危急时刻众人赶紧开枪防御 小黑为了救凯伦也被鬼属贯穿 虽然成功躲过了一波攻击 可小黑伤势过重无法移动 只好示意让大家赶紧离开 眼看越来越多的鬼属奔向这里 随即触发了首雷与他们同归于尽 此时逃脱的众人发现与飞船无法联系 当下决定放弃救援任务 返回飞船一探究竟 修理工正为修飞船的信号模块 突然舱内传来诡异的声音 以为是外出的队友返回 立刻起身前去查看 此时脚下神秘生物一闪而过 而他对此却毫不知情 这时确定声音正是来自头顶 正当他爬上楼梯准备一探究竟 结果下一秒男人便领了盒饭 没过多久 外出的队友返回到飞船 结果发现男人早已被撕成碎片 同时发现飞船的燃料已经枯竭 通过日志查看 正是基地内的机械署所为 如今飞船已经没了动力 当下需要尽快找到补给 否则所有人都将留在这个星球 这时凯伦想到了向矿区的人寻求帮助 虽然双方刚刚还展开了激烈战斗 可眼下向他们求助也是无奈之举 很快小队在不远处发现落单的幸存者 刚要上前查看 结果发现女人身后出现一只鬼鼠 果断抬枪射击 知道凯伦真的是从地球而来 放下防备的他带着小队走进地堡 此时队长把任务目的说了出来 同时告诉他们两天后星球会被陨石撞击 结果赫尔斯毫不信 表示机器人的思维早已进化 为了不让新型机器混进人类队伍 需要相互之间割破手掌来证明自己 在得到对方的信任后 四处查看的凯伦无意发现了三名囚犯 他们的周围布满了电磁体 同时一旁的桌子上又堆满了骸骨 随即将发现告诉了队友 众人猜测被囚禁的人正是那些幸存者的食物 想到这些 凯伦马上带着队友赶到这里 向设备内倒入强硫酸 成功将电磁设备破坏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获救的三人正是鬼属机器人 不知情的队员瞬间被杀 整个基地内哀嚎不断 剩余的人赶紧逃离 此时地堡外的鬼属越来越多 赫尔不得已只好启动了炸弹 随着几声巨响 整个地堡火光四起 众人也成功逃了出来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如果再找不到燃料 他们将无法面对陨石撞击 这时赫尔想起有座废弃的电厂 可由于路途遥远 众人决定暂时在矿坑休息 这时被救的女人诡异地来到凯伦面前 偷偷告诉凯伦赫尔做事古怪并不像人类 结果凯伦对此丝毫不在意 甚至还把自己来这的目的告诉了赫尔 很快来到了天亮 幸存的小队也发现了那座废弃的电厂 幸存的几人来到了废弃电厂 如果今天再找不到飞船燃料 他们将面对恐怖的麦哲伦风暴 结果众人刚走进仓库内 女人突然发疯般大喊大叫 甚至直接用刀抵住赫尔 提醒众人赫尔一定是机器人 可队长见他已经失去理智 趁乱直接将女人杀害 这让一旁的医生愤怒不已 决定留下来处理他的尸体 而此时身后鬼鼠突然出现 瞬间将女医生缠住 听到呼救的众人以为是已晚 大量的鬼鼠冲了出来 结果一切攻击仿佛失去了作用 危机时刻 头戴面具的神秘人突然出现 提示众人赶紧离开 接着使用电磁枪朝着鬼鼠攻击 瞬间将他们全部消灭 原来他便是一代鬼鼠的研发者 可如今随着自我升级 鬼鼠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同时还告诉凯伦 自己与他的父亲是多年好友 当初他父亲之所以引爆飞船 一定是飞船内有鬼鼠出现 这时房间内警报声突然响起 设备检测到有大量机械鼠出现 更危险的是电力防御系统出现问题 科学家健壮打算前去修理 一旁的队长也偷偷跟了过去 结果发现这里居然存放着很多燃料 愤怒的队长一枪打伤科学家 原来科学家并不想让他们离开 害怕鬼鼠跟着他们回到地球 从而制造更大的灾难 而队长却一心想着贩卖鬼鼠的芯片 正奋力地拆卸燃料罐 这也导致整个地堡失去防护 同时凯伦众人突然遇到失去的队员 结果趁着大家不注意 机器人瞬间掐死了一名队友 二人果断开枪射击 成功将机器人摧毁 此时电厂已经开启了自毁程序 凯伦两人只能尽快逃离 结果这时刚好遇到正被残害的队长 凯伦赶紧拿起电磁枪 迅速干掉眼前的新型机器 此时队长知道自己无法离开 将之前下载的资料交给凯伦 可凯伦毫不犹豫地将芯片损坏 他不准备把这种危险的信息带回地球 好在二人在电厂自毁前成功逃了出来 此时下落的陨石已经清晰可见 赶紧回到飞船更换燃料 结果船舱内又出现一名被改造的队员 希望凯伦带他一同返回地球 一旁的赫尔不想听他继续捕获 拿起电磁枪朝着机器人攻击 瞬间将他轰成碎片 接着凯伦启动了飞船 在无数陨石中穿梭 成功踏上返回地球的轨道 直到两个月后 休眠中的凯伦被自动唤醒 此刻蔚蓝的地球重新出现在眼前 原本二人就此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凯伦此刻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只有短短的两个月 凯伦的小腹已经隆起 反常的生长让他心中感到不安 可一切正如他猜想的那样 原来赫尔同样是新型的机器人 但此时知道已经太实了 腹中的胎儿已经长出力爪 而地球也成为赫尔即将同化的目标